哈喽,大家早上好,我是韦博 今天北京阳光明媚 我们要去护工 北京的护工,上次去了台北的护工 可以做一个对比 现在去拥河工地铁站 早上拥河工啊,香火非常顶线 感觉像着火了都在冒烟 今天,人也通常多 因为今天刚好是礼拜六 所以游客啊,本地的一些香客都来了 哇,里面人炸了 太多人了 我们从天安门东飞铁站出来 这出站都是要来的,超级的 超级的长 好,这个速度好像有三块 因为新闻证才能出站 因为可能出这些光 还有天安门吧 台座要准备新闻证才能出站 但是因为我没有带新闻证 所以我刚问了一下 所以新闻证号码也是可以的 不然,去过地铁站都出了,也是很沉 我没有新闻证 不是,不是没有啊,我有新闻证的啊 像一个非法户籍人员 我身边就没带 放在民宿的那个,换的裤子里了 然后报寸证号码就进来了 然后这位尊贵的台包呢 他的数据,然后警察根本查不了 然后就挥挥手,你过吧 抬了半天了,这还不是不凡呢 真的是 直接,台包站还是有优待的啊 所以下次如果台湾东西来 天安门,我们可能不会想来天安门 天安门,如果要出宫 对吧,乐器从那边出 那其实如果出来,出站口还很长了 对,你会直接走到前面 然后出示台包真的很多 出来就是,通关天安门的 而且这天安门没有预约,还进不去 超级多 然后路上也都是人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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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都说中国最美的风景在 我觉得今天的风景很美 我们走到那边,结果前面不让过了 要么是就从跟天安门那边一起排队 那边就可以的 要么就是反方向走 然后这边再绕一下 最美的风景是人 所以说你不要捅 你不要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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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捅捅 饿着肚子 本来我想故宫又要累一天 也不知道故宫里面有没有吃的 赶快买两根烤肠 5块钱两根 先填一下肚子 走了可能十分钟 到了东华门 这边应该已经故宫了 但是这应该不是故宫整票的口子 因为看起来人 铺承车都好宽啊 从这个小城门进来 就到了雾门 这边就是入口了 需要从这边撿票进去 人啊 还好这地方大 满满的人 碰到一群大清的一些 就是关亭的 穿着运动鞋的妃子 他们也在排队回他们的故居 参观他们的故居 因为没有带穿着 所以去 后面有一个景色 那边报备了一下身体 然后带 台湾小竹鸟 我们报备完了 就可以直接到这边来 把这个未成年通道 这样就可以入场了 我们在五门 五门的这个门上 前门上面 我现在想到五门第一个反应 会是五门问展 就这个地方 在五门上今天有一个展 是历代近视文化艺术连展 我们进去看看 历代有哪些近视 终于看到一位 稍微熟悉一点的人 珠西 灰州 雾园县 那为什么到处都有珠西的什么故居啊 这不是也挺多的嘛 就明北了 鱼山啊 人家明明是 虽然是雾园人 可能在其他地方作婚 看看前面 这边能看到一个非常整齿的一个目录 是那个四库全书的简余目录 很长 但是想不到的 它是手抄板 就是当年 它是用毛笔啊 就这么小的字 这么整齐 没有错别的字 但是写下来 然后这人是谁呢 季颖 这名字不太熟吧 这个人真讨厌 他是 季云 然后字就是 小狼 所以他就是铁齿同样 那个季小狼 那这么说应该有点印象了吧 所以他其实 还是很牛掰啊 不知道能不能看清 这个展出来 到这边可以 还在这个城墙上面 可以看到远处的现代 北京的高楼 和进驻的 这些琉璃网 这个的历史碰撞板 还是非常强烈的 然后这边下 就能看到互相喝 看着地板 都是大家踩过 踩过之后的样子 这坑 坑成什么样子 然后这边 就到了泰克店 这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 就是当年没有电对不对 但是应该用水啊 或者说用太阳啊 计时 那其实这就是一个代表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叫日轨 就在泰克店门口 有很多的唐贵妃 还有现在在这里 很轻易的 就在这里 从这个龙宗门进来 边上就有一个故宫文化的产品 售卖店 文创店 我们去看看 因为故宫这两年做一些 一些新品 跟潮流啊 跟年轻人啊 跟地气 跟接近的东西 得到了很多的好评 你看现在东西做的 到底有多么的年轻化 为什么会大家都喜欢 哦 铅笔 从铅笔开始 兔年的小瑞兔中性笔 贴纸 哎 这个是不是很危险 这种 这是属签的 其实有复古元素的 很可爱的小书签 这件还是比较传统 有一些屏风书签 古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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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表 对 盖章 这两年宫廷俱热 带动了很多这样 很妖艳的一些装饰 非常的精致复古 不知道质量怎么样 如果是几块钱的淘宝货 就不行 但是故宫处品相对可能 还是会保证 会太低摊货 我看到了这些可爱的小乙子 八七娃娃做成那些小乙子 而且也不贵 二十块一个 这个有点小乡 边附近有点小乙子 还有那些小乙子 还有一点小乙子 酱皮 这个好像在台北国后 有看到的 我记得之前是有出了一些 出了一些什么 我不是都故宫 跟一些其他品牌的 就这样子啊 故宫好玩的 口红啊之类的 这边不一定能看到啊 蟋蟀 婆婆还是蟋蟀啊这是 要吃冰淇淋吗 要吃冰淇淋啊 要排队买个冰淇淋 感谢你的点赞和关注 拜拜